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燕字左半部分为疯字 疯字主要主才 如果此字要是和生肖月份配置好的话 叫此字则会有才 主要是表现在年轻时 属羊的女孩名字里出现此字 会主心而少 因为其羊少了上面的两点 命运也会很一般 此字的右半部分为色字 也就是说 名字里出现这个字的女孩 如果生日是六月到九月的 则会主心性活 感情异性圆托 长相也会不错 且身材多数丰满 如果时局不好的 会有主动去勾引男人和有婚外情的发声 如果是生在冬季 则主感情会冷一些了 总体评价此字用在名字里为很一般的字 不是他理想 通常名字中有燕子的女孩 身高都会在一米六四左右 身材多数较丰满 脸型为长行 瓜子型居多 眼带媚 三 一 一字为一横之字 一出横式 不过从政 从军者要好一些 其一字又是死字头 生字尾 这一点也是不看好 一字在性情上 一出现性强 不听劝 万里有一个 万一之事 侥幸度较差一点 此字不推荐 为姓名常用字 身材胖者居多 横着长 自然胖咯 不适合开车 脸型方正者多 一 一字上半部分为一点一横 一为出头早和有职位 再往下为半字型 一为办事有能力 有人帮 要注意的是 要有头脑才行 最下面就是大字来 一为把上面的意的能量又加大了一部分 其一字属于姓名中的辅助字 起一个加大加强的作用 总体看此字属上级字 男人多数会主权 长相严厉一些 心大之人 脸型为标准稍长方形 五 冰 其冰字为文字与五字的组合 通常理解为文武双全 此字中的文字旁意味此人出头早 有头脑 有一定的权利 此字中的五字意味命主脾气硬朗 说话厉害 但是此字存在着一个自我矛盾的问题 也就是说 文字和五字是不能兼容的 就像是秀才遇上了当兵的一样 有理讲不清 再说了 在现实中 武力应当为第一的 说的算 可是此字却把文字放在了前面 还组成了一起为一个兵字 因此可以断命主 容易自我矛盾 或外表文字平平 内心却较为火爆 说话底气足 有领导力 好发好势力 长相终上 皮肤较好 六 梅 梅是在冬季里开的一种 有点冷艳的花 女性多漂亮 引人注目 但孤傲勤困 婚姻多不顺 既有飘香之梅 也有枯败之梅 女人名字带此字 在婚姻感情上波动心大 特别是生在梅花开的季节 生在夏秋季节 名字里也有带梅子的 则说明花无开 主感情来得晚 或没有真感情受到伤害以来 梅子还是分南北方的 也就是北方人在冬季 梅花开 名字中叫梅才是真正的梅 会主长相好 而南方的就不是了 因为梅有东梅艺书 其梅字为一目字和一梅字 名字出现此次者 还会煮女孩子稍胖一些 还煮有点懒 当然这些要去和生日属心相对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此次还与梅和梅梅字谐音 因此 叫此次者命主多数会比较辛苦 特别是三十岁以前 其心 此次为三金之字 头小脚大 上下分散的结构 平字形的字 雷 金 平 做事注意力不集中 呈三角形 灰上是不看好的 有三分之下 近年来 五行五合姓名学兴起 命令缺金的人在其改名时 命名师都会给选这个字 不论男名女名用此字多 很多商店铺名也多用这个字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 此次被大量的使用已经泛滥 有孕的字也没孕了 相互挤压竞争 在事业上好变动不稳定 心情上不好管 三金太重 容易倒碰伤 砸伤 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 名字当中就有这个心字 基本上每年都会被砸伤 最近一次还把手指甲给砸掉了 此次现不推荐姓名常用字 八心 行上为心有辛苦之意 为心有心生好意 心生之意放在感情婚姻上是不看好的 一心就要变 一变就要乱 心字本身为欠经之字 就是欠经了 欠火后 如意掉链子 其心字的左半部分为金字 此字为辅字为竹胸 其心字的右边部分为欠字 有欠意 主类 此人字与土为侃字 特别是土年就容易造成油坎 通常名字中带心字的女孩 在长相上通常都会不错 脸型稍有点长形 算是好看了 此字用在女孩子名字中 容易造成感情婚姻不好 不好管 个性太强 九 亮 亮字是上下结构 其亮字的上半部分为高字的上半部分 也就是高不全 不全的高字 只有高字头 只能出名一时 也就是 在有好运的情况下 露露头而已 其亮字的上半部分 又为一个 言字少了两横 不全的言字 不喜欢说话 有苦说不出 其亮字的下半部分 为审字的右边 也就是辰字为 其辰字为里 还有一个几字 容易突变 这样看的话 其亮字就不好看了 上面出风头 下面却要沉 在前运主题短 而后运却不好看 体型受者居多 长相少心 父母家境都会叫不错 十 雅 雅字的左半部分为雅字 雅大家都知道是用来吃东西的 也就是具有破坏之意 容易主到事业和婚姻上的矛盾加重 有辅着之意 雅字的后半部分为锥字 此次有柱字形 柱为停柱之意 不利于发展 这个字是前面破坏 后面停住 不看好 雅字本身在形上 有雅 雅之意 有苦说不出物 压力大 通常名字中带有雅字的女人 皮肤一般 有的一发黑 体质发住 长相一般 十一 森 也是一个品字形的字 森字算是品字形当中 最好看的一个字了 此次多数与福有缘 有福分 出名者居多 品字形的三分之字 森字 在其婚姻感情上 亦有不动 男人有森者 都会出现二太太 女人为森者 会以多情为主 森字在性情上 会为半事果断之人 具有号召力 写唱歌 通常名字中 有森字的男人 身高会在一米七五左右 身材较魁梧 皮肤一般 不过其长相都会不错 脸型为稍长 名字是跟着人的一生的 所以 取名字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绝不能马虎 我们应该把好运扩大 而不是减少 希望出生的宝宝 平平安安 大吉大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